随着本场主裁判一声哨响 今天的主裁判是人通 那么足鞋杯1八分之1决赛 大连人对阵河南队的比赛已经打响了 其实中超的经验都还挺丰富的 是的 刚才左侧阿德里安和中一号之间就在做配合 看看这次底线位置 这个球怎么出 跟进还有空间吗 中一号个人能力在场上还是能够展现出来的 是的 刚才编露这次突破呢 通过自己种身体方面的优势 强吃对方 看看这次 柯昭 落点怎么样 阿德里安直接起脚 这脚打门呢 难度还是挺大的 是的 首先柯昭这个船中的落点给的很好 阿德里安呢 你看他非常聪明 他迂回跑了一个后点没有人去防的位置 右脚的侧身凌空打门 还是真是包到皮球了 但是稍微有点偏 这脚船中看着起 落点其实给的也还是不错 没错 阿德里安顺势的一个身体反应 这个动作做得很潇洒 当时是和同类一块去 你这个球提前 所以这边我要做一个判断 我要做一个处理 我不能让你在这个位置接球 尤其是可能现在一些年轻球员 他在防守的时候 先建立一个这种 就是不容易埋雷的影 这种习惯还是不错的 是的 阿德里安这脚转移太清楚了 中一号 还是在底线附近 投球 这个球 球进了 河南队这次进攻 是由阿德里安侧动 这样的斜长船转交 左边由中一号来起 阿德里安最后来补射 阿德里安这个前加速度快 是啊 这是从哪跑过来 他刚刚我们说 才完成了一脚长船调度 然后中一号 其实也没有花太多时间的 把这球传起来 就来到了这个禁区内 中一号今天 其实几次这个沉底的 船中的落点都不错 是的 阿德里安前叉 然后来争落点的 这个意识和判断 再来看一下 太准了 他基本上就是跟着这波 这个球的这个进攻线在跑 当然在这个落点的位置 其实参与到 争顶进攻的这种选择 也还是有 没错 对于球迷来说 也是用这份支持 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看看这个定位球 他连挑出来 有摔倒 但是裁判没有吹 这边反过来 大连人的进攻开动了 反击打得很直接 但是我们看呢 就是二防一 包括门将呢 也是在寻找着 对方后跑长传的 第一落点 看看这次 又编露自己带球的尝试 速度想吃 摆脱一下 挺危险的 这一系列操作 还是非常精彩的 对 很自信 是的 这个球传的让队友 比较难接 给的不太理想 传了一个中间的地带 然后也目标不是很明确 抢回来 看看这次 落点还可以 起脚来 大球进了 大连人啊 扳平了比分 是 这次进攻啊 简单干脆高效 这应该是 15号赵建博 这个射门呢 应该说非常坚决啊 角度 包括力量 都不错 没错 这次进攻 完全体现了 大连人的速度的特点啊 起脚打的 也非常的坚决 质量很高 那也为大家介绍了 其实赵建博和今天首发的陈荣 都是入选了 这一期的国奥 带着这样的一粒进球 去到国奥和队友们啊 应该心情会非常的不错 对 这种自信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上半场比赛 吕周易表现的就是不错的 刚才这次进攻里面 咱们就是说 大连队今天有一点维持的话 就是裁判只要少不要想 他不想 我的进攻就要坚持 我要继续 看一下林良明上场之后 能不能立刻的 就给大连人这边的进攻 增加比较强的火力 是 林良明上来之后 还是站在自己比较熟悉的 这个左边的这种 类似于边风的位置 没错 这样子的话 封线上 在赵建博的身侧 林良明双眼 先看看这次 外围直接一脚 质量很高 林良明在抢来补射 林良明刚刚上场 便有一次补射的机会 是的 第一脚打门 是由陈荣来完成的 就第一脚打的吧 虽然正了一点 但还是很有冲击力 对 球速比较快 对 这是打连人 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刚才身边 还是有一个 很近的经典 没看到 阿德里安 直接横扫门前 这个应该是用一个 射门的方式 是的 四传四射 打到门前 不管是自己的球员 还是对方的拳 只要碰一下 就有可能破门 没错 尤其是这个 真有可能是 防守球员碰着 是 好的 人通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那么双方在比赛常规时间 战成一比一平 接下来将会通过点球大战 来决出晋级的一方 好的 特斯尼夫第一个点球 就是开门红 稳稳地将点球打进 看看 大家这边第三个主拔的 依然命中 也没有问题 没错 这脚打得也很质量 也很有质量 角度非常的刁钻 而且有球速 干拔呀这种 真是干拔 这球呢 蓬蓬还真是判断对了方向 但我们说这种 有球速的 有角度的 门将其实即使判断对方向 也很难铺 这个点球被铺出来了 中一号的点球 被库迪热提铺出 来看一下 林良明来 反而大连队的第五个角度 漂亮 点球稳稳命中 五个全部命中 这种状况 的第一质